爸爸到底怎么了 运动妈妈来见爸爸 来见爸爸呢 爸爸在洗澡 棉花糖有什么事吗 我做了一杯饮料 请爸爸妈妈来尝一尝 拿什么做的 一勺橙汁 一勺十六汁 饭盒喝奶 一大把巧克力豆 这好吃的 云朵妈妈快尝一尝 不 妈妈不渴 不渴也尝一尝 妈妈正在敷面膜 是不能喝东西的 就尝一小口 来 爸爸的枕头全都湿了 那怎么办 只能拿去洗了 而且里面的荞麦皮 也要拿出来晾干才能用 好 今天的豆浆可真好喝 蓝天爸爸大懒虫 我都吃完早点了 你才起床 咻咻咻 蓝天爸爸 你的眼睛 黑眼圈对吧 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 饭来复去都睡不着 睡不着觉 爸爸别着急 我有宝贝 这是什么 我睡觉的时候 海马宝宝会唱歌给我听 他一唱我就睡着了 真好 我也有治疗失眠的宝贝送给你 失眠的时候就看看这种无敌枯燥的书 保证一会儿就睡着了 我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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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 蓝天爸爸怎么了 我睡觉了 轻点 蓝天爸爸 云朵妈妈 你们不要打架了 不是打架 是爸爸落枕了 脖子不会动了 妈妈正在帮蓝天爸爸按摩 吓我一跳 这个就是我家祖传的秘质膏药 包治百病 药道病除 蓝天爸爸先把眼睛闭上 我来帮爸爸按摩 这一天是失眠 一天又是落枕 连这两天都没有睡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睡觉了 云朵妈妈起晚了 棉花糖 妈妈昨天没睡好 今天没精神做早餐了 咱们去早摊摊吃点好不好 云朵妈妈不舒服吗 不是 是蓝天爸爸昨天打了一夜的呼噜 怎么会 可我平时不打呼噜的 这几天到底是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没有 就是怎么睡都觉得不舒服 可爸爸的棉花枕头很舒服 我试过的 棉花枕头 我一直枕的是乔麦皮枕头 乔麦皮枕头 前天就洗了 里面的乔麦皮现在还在外面亮着 我还在外面亮着 枕头睡了 一会爸爸洗完早回来睡什么 我记得柜子里头有一个备用的枕头 枕头找到了 是软绵绵的棉花枕头 真舒服 蓝天爸爸一定会喜欢的 我知道了 我说这两天怎么总是睡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习惯了乔麦皮枕头 换了软枕头 反而不舒服了 难怪 乔麦皮枕头晒好了 还有满满的太阳的味道 还是乔麦皮枕头舒服 只是晒过的乔麦皮怎么有甜味 是蘑菇 是蘑菇 我带了童话书 是新的童话书 蘑菇林里写记 小熊和妈妈到树林里彩蜜 反正有图片 快点看 快点看吧 你好讨厌 快还给我 小熊吃了彩色的蘑菇 中毒晕倒了 巧克力为什么要做成蘑菇的样子 我在家从来不吃蘑菇的 幸亏这是巧克力 快把书给我 以前小偷爸爸做了难吃的蘑菇炒麵 小熊也不肯逼着我吃 我才不想吃 就一直跑 后来 快来吃爸爸做的蘑菇炒麵 不 我不要吃 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就不吃蘑菇了 故事里说 小熊吃了毒蘑菇以后 昏迷了三天 我想拉肚子 谁让你吃那么多巧克力 我去叫围裙妈妈 先扶我上厕所吧 你肚子还疼吗 不疼 都是蘑菇柳的货 什么 你吃的明明是巧克力 那肯定就是蘑菇味的巧克力 哪有什么蘑菇味的巧克力 我讨厌蘑菇 丢人了 讨厌 讨厌蘑菇 蘑菇真讨厌 我走了 怎么还是蘑菇 蘑菇 蘑菇都是恶魔 我要把小区里的蘑菇全部消灭 大头哥哥 你拉肚子是因为巧克力吃太多了 跟蘑菇有什么关系 蘑菇多可爱 不是所有的蘑菇都是有毒的 也是因为吃过难吃的蘑菇炒面 所以才讨厌蘑菇的 我才不管 我要把小蘑菇们保护起来 好可爱的蘑菇宝贝 什么宝贝 蘑菇都要消灭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得想想办法让大头哥哥不再怕蘑菇 妈妈配合你 这样 我们准备一下 再请他来吃饭 大头儿子 你看 我们平时吃的蘑菇都是人工种植的 香香菇 平菇 金针菇 都很美味 小朋友只要不乱吃野生的蘑菇就没事的 蘑菇都是恶魔 我还是怕蘑菇 好孩子 别怕 云朵阿姨做的蘑菇汤很好喝 那天你拉肚子是因为吃了太多的巧克力 再说你也吃过药了 来 你们看 蘑菇多可爱 怎么会是恶魔呢 蘑菇 香不香 香 这就对了 苗花糖 你也来吃饭吧 我和妈妈配合的真棒 苗花糖真有爱心 把我挖掉的小蘑菇都种起来了 可以吃的蘑菇好吃 不可以吃的蘑菇好看 蘑菇真是宝贝 八头哥哥 你还怕蘑菇吗 不怕啦